低脂肪 海带中矿物质元素含量很高,所含常量元素有钾、钠、铭、铃、钙等,微量元素有铁、点、铜、骨、铮、锡等,其中海带的点含量是所有食物中最丰富的,而且海带中的点有80%为可直接吸收利用的有机活性点。 海带中还含有较丰富的维生素,包括A、B、K、以及胡萝卜素等,以及含有丰富的海带多糖,至今已发现三种多糖,赫藻胶、赫藻糖胶、赫藻淀粉,含有的脂肪酸也多为不饱和脂肪酸。 德国科学家研究发现,海带中含有60多种功能因子,是一种典型的低热量、中蛋白、高矿物质的天然保健食品。 海带具有调节免疫作用、抗肿瘤作用、抗病毒作用、降血脂、降血糖、消除自由基和抗氧化、抗辐射效应、抗突变、结合金属离子等作用。 海带中含有大量的甘露醇,含量高达17%,在医药方面,甘露醇对急性肾功能衰竭、肺水肿、乙型脑炎、急性青光炎等也有一定的疗效。 海带好吃有营养,但是购买一定要从正规超市和商店购买,选择标有QS标志的海带产品来购买。 因为新鲜的干海带一般美金售价最少40块台币,而成年海带一斤只要几块钱,这其中价格相差十几倍,所以许多不法商贩就从中牟利,把那些发霉变质,成年卖不出去的干海带,先用冥凡清洗再用色素染色,加工以后就能以次充好,冒充刚刚上市的新鲜海带了。 用冥凡清洗是为了使海带的韧度好一点,硬一点,能放的时间更长,不容易坏。 经过染色后的海带呈现出幼的亮绿,很多消费者不知道,以为颜色越绿越好,误导消费者购买这些有害健康的海带,这种果绿色素毒性大,进入体之后会造成基因突变。 所以购买海带一定要注意,小编总结了几个购买的技巧,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 不同海区生长的海带,由于温度不同所以薄厚不一样,如果海水深,这个海带根部下面就长得厚,海水浅的地方海带就薄。 海带太薄,成熟度不高,营养不能有效发挥。 海带太厚又易老化,口感营养均有下降。 后博士中的海带营养最佳。 海带身上还有一个部位可是个宝贝,就是海带头,海带的含点量基本都集中在海带头上。 如何挑选海带? 一,看海带的颜色,不要以为绿油油的海带最好,其实喝绿色,土黄色的海带才是最好的。 海带以叶宽厚,色浓绿或子中为黄,无枯黄叶者未上品。 如果是翠绿色的海带或者颜色不正常的海带请谨慎购买。 注意,海带买回家后如果清洗发现水有异常颜色,千万不要食用。 二,买干海带的时候,一定要把海带卷打开看看海带是否完整,叶片是否厚实。 如果海带很小并且很碎,那就不要买了。 同时看看海带上是否有小孔洞,或者是大面积的破损,如果有就说明这个海带在长时间的储存过程中,有被重铸或者是发霉变质的情况,这样的最好不要购买。 三,海带含点高并含有一种叫做甘露醇的物质,这两种物质会呈白色粉末状附着在甘海带表面,这是好海带的重要标志。 如果没有或者是很少,就说明是陈年旧货,您最好就不要买了。 因此,挑选表面有白霜的深褐色甘海带是比较好的。 如果干海带呈现部分红色或者部分黄色就不要选择了,这样的海带有可能是被污染的,最好不要购买。 四,海带摸上去会觉得黏糊糊的。 对于鹤绿色的海带,应该挑选粘性较大的海带,而经过加工后的墨绿色海带,粘性和韧性会降低很多。 而那些经过化学处理之后的海带没有韧性。 五,购买海带时要认真闻味道,新鲜的海带海鲜味特别浓厚,经过处理加工后的海带海鲜味道会明显降低。 如果出现了其他异味,请谨慎购买。 海带的食用禁忌一,海带虽好,但也不能天天吃哈,正常一般每周一到两次即可。 二,在用新鲜海带煮汤时需注意,海带要厚放,不加锅盖,大火煮五分钟即可。 三,炒海带前,最好先将洗净的鲜海带用开水焯一遍,这样炒出来的菜才更加脆嫩鲜美。 四,孕妇和乳母不要多吃海带,每周一次即可。 最适合孕妇的海带吃法,肉骨或贝类等轻煮做汤,轻炒海带肉丝,海带虾仁,或鱼绿豆,大米熬粥,还有凉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五,海带不能长时间浸泡,海带时前不要长时间浸泡。 一般说浸泡六小时左右就行了,因为浸泡时间过长,海带中的营养物质,如水溶性维生素,无基盐等也会溶解于水,营养价值就会降低。 如果海带经水浸泡后像煮烂了一样没有韧性,说明已经变质不能再食用。 六,吃海带后别马上喝茶,吃酸色的水果,吃海带后不要马上喝茶,茶含柔酸,也不要立刻吃酸色的水果,酸色水果含植物酸比较多。 因为海带中含有丰富的铁,以上两种食物都会阻碍体内铁的吸收。 七,患有甲抗的病不要吃海带,因海带中点的含量较丰富,会加重病情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